但是下一件讓我覺得非常吸睛 因為它的顏色非常美 這個珊瑚的泡湖 對 你看它的這個色澤 對啊 叫阿卡等級 聽說 阿卡的珊瑚 而且你看耳環對不對 項鍊 對 我覺得今天配您這套衣服 這一身應該也很好看 對不對 可是 可是我就沒這個福氣 這是我一個朋友 他買的 因為他花了很多錢 他就想說 可不可以拜託我拿給 請老闆看看 那他一定花不少 對 他花了不少錢買的 是 阿卡耶 來 他花多少錢 這個朋友 他花了 難怪他會擔心 對啊 買貴了怎麼辦 對 然後我問他說 如果見出來沒那麼高怎麼辦 他說沒關係 就買了 原來是個貴婦朋友 但是我們幫你擔心耶 一百二十萬黑道 萬一不是阿卡 萬一被騙了 那價差應該挺大 現在市面上很多的珊瑚 是 是所謂的 你看 假 怎麼說呢 就是說有些珊瑚它是那個 白珊瑚染色 染得很漂亮 現在的技術越來越高 像您這個珊瑚 我剛剛看了 這個該不會是吧 這個就是 江湖傳說的阿卡珊瑚 非常漂亮 最大的這一顆 大概有十五到十六ミリ 這麼大 你好 小一點的話 大概有七八ミリ 也不錯 像這麼漂亮的珊瑚 這麼一串下來 也是因為現在真的是 非常的奇缺 珊瑚基本上也沒辦法 再能夠取得了 這海底的污染越來越嚴重 珊瑚代表了這個海底的乾淨度 所以越來越少 而且您看 您這個耳環 是 耳環的顏色 深一點對不對 比那個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對 是 更紅了 這個耳環就更漂亮了 現在很少了 我不知道您是 去哪裡買來的 他朋友 朋友在一家很有名的 做珠 做珊瑚的 應該大家大概知道 這個就難得 是 那我常常講 我說 有機的珠寶 要保管上要特別小心 所以有機的 就比如說珊瑚 珍珠 帶帽這些東西 因為它是有機的 所以它很容易受到 酸鹼的侵蝕 所以在佩戴的時候要小心 是 不好過 就是一定要 擦拭 然後放在一個 盡量能夠密閉的空間裡面 是 那溫度不要太高 濕度一定要控制 是 這是帶有機珠寶的一個 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對 那您這個一樣 我們來評估一下 您這一組好不好 這就耳環跟這個項鍊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好嗎 來 請見價 那是買貴的一點點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為什麼說我們 請老闆講的價格沒有 大家預期那麼高 主要的是因為現在大家 對於地球環保很重視 所以有一些有機的這個寶石 就偏向於不買賣 不買賣才能夠保護我們地球 當然是已經採購的 或者是已經成型的 當然它就具有一定的這個價格 比如說有機珠寶 比如說象牙 象牙現在是禁止買賣的 對 禁止買賣 所以它就沒有價格了 沒有價格 那珊瑚是沒有 不過珊瑚也是有機珠寶 所以這個價格 就不敢標太高 所以你看我們大陸的朋友 如果到台灣來 看到珊瑚 二話不說 掏錢就買 搶 所以炒得很高 是 所以有這一組 我覺得相當不容易 相當不容易 這麼的均勻的一組 所以朋友也算是運氣還不錯 找到這麼漂亮的物件 對 好 再來下一個 黃鑽的戒指 是 你看 來 這個我早年去那個 東南亞作秀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的那個酬勞 就沒有很滿 後來演出之後 那個老闆就托經紀人說 把這個戒指 拿來補償 不足的酬勞 老闆他還挺有誠意的 是 對 我覺得很漂亮 雖然我不懂 是 它就是一個 我請問您 黃色的寶石 我請問您在外面駐唱的時候 為國爭光的時候 是不是有很多的 比如說歌迷 對 他們就會爭相的給你們 就是比如說 送他們喜歡的 送禮物 佩戴的東西 比如說項鍊 就直接就丟上來了 有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有 有喔 是 早期真的有 他很忙耶 邊唱歌還要邊剪 剪黃金 對 我常常去聽那個演唱會 對 比如說 那個小百合老師唱歌 我就很感動 還好我沒有帶珠寶 不然我也往上丟 對 所以你都克制自己 不帶珠寶去 你下次來的時候 請你帶多一點 全身都是 有沒有 像廖老師這種大的 寶氣的來 是 大的就直接都爽了 不是 應該是 請廖老師去 廖老師帶的是 你看看 廖青光三十 你應該在他脖子上 戴那個有沒有 不代表了 珊瑚耶 他一直衝動 也會往上丟 多多一閃 我不會光天花日之下 丟上去台上給你 我一定要說 能丟上去嗎 後台 後台啊 對 清心夥測 直接送 對不對 不是 崇拜偶像 就直接丟上去 我到後台 就是心懷不軌 幹嘛還要近距離的 近距離的 是 不一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是 好 因為彩色寶石不容易 也不容易看 是啊 對 所以更別說 我們一般人要來評估這個價格 對啊 根本不簡單 廖老師 上個禮拜 我去參觀那個 束腹筆這一次的春拍 春拍一般來講 都是大拍 那一般來講大拍 大概都是像 你所有的拍賣會 大概都是像這麼大本 你知道這一次的春拍 是大拍對不對 只有這麼厚 這一次喔 為什麼 這一次的書復宇拍賣會的話 它的那個塗路 大概就只有一半而已 那就是只有一半 我就看了一下 就像我剛剛開給各位看的 那個豬串有沒有 這個豬串大概就是它 就是它那個塗路裡面的封面 只有這一串是最有價格 其他的呢 包括了一顆藍鑽 然後一顆那個粉紅鑽 但是那顆粉紅鑽 其實是帶咖啡色系的 那它有十點一二 十點一二卡 很便宜 因為它是白色的顏色 所以這一次的那個 整個拍賣市場呢 今年真的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但是呢 東西只會漲不會跌 很奇妙吧 你看看它那個春拍 應該是要這麼厚的 結果它只有一半而已 只有一半 然後它每個拍架 它的起拍架 我們所有的拍賣的物件 在這個下面這邊 會有一個起拍架 它可能會幫你做估價 是估港幣 比多少萬到多少萬 那它的起拍價 其實是非常低的價格 有可能是 自己可能是A型 或者是店家 它自己的送拍 那送拍呢 可能就是我 我進貨成本可能一百萬 沒關係 我一百點五萬起拍 那讓大家來競標 是 那競標的話 因為你訂得很便宜 它就會往上走 是 往上走 所以今年的它的起拍架 都還滿高的 因為鑽石的原物料市場 為了俄烏戰爭 漲了六十趴 這顆黃鑽 今天的價格有可能 比你當初買的還要高很多 所以你看 您說這是多少年前收到的 大概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 你看看 而且我覺得這個老闆 也還算挺有義氣的啦 對 他把這個價差 我想說我用禮物 用的有紀念價值 現金可能花掉 但是你看這個 這個就永遠放在那 戒指還可以放著對不對 是啊 所以我們要放大看是不是 所以那個 秦老闆常常在節目上 跟我們觀眾朋友談到 白鑽 就是中學生 對 是 如果說是花式切割 那就是大學生 那如果是彩鑽 研究所 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彩鑽內藏的 這個貓膩特別多 眉角特別多 是 比如說彩鑽很多 顏色是墊出來的 墊板的墊 對 就是它下面墊了一個 有顏色的 比如說 紅色的就是紅鑽 墊一個紅色的底 那綠鑽就有綠底 然後這樣子的話 就襯托出來那個顏色 特別濃郁 但事實上不是 它是墊出來的 是 這個我們必須先了解 好 那怎麼讓人發現 是不是墊出來呢 墊出來的彩鑽 基本上它是封底的 底不透明 不給你看 也就是說它底上 一定有上了顏色 所以不給你打開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如何能夠看出來 這個東西是不是 有墊過底 我們來看 看這個邊上 這個邊上 另外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配鑽 這個顏色 這個小的配鑽 就是一般我們遇到的 那一種所謂 最好的彩鑽是 Fenstein Vivi 濃郁 彩鑽分兩個特別重點 第一個是 紅就是紅 藍就是藍 對不對 但是彩鑽很藍喔 如果真的很藍 藍到像藍寶石那麼藍 那個已經沒有辦法 講價錢了 是 好 那一個就是 一個是彩 一個是色 一個是彩 彩的意思就是亮度 怎麼說亮度呢 就是說一個鑽石 如果要亮度好 它必須經過 數學公式計算 光的折射 這麼精密喔 一般的珠寶開發商 它沒辦法做到這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珠寶商要的是大 賣鑽石就是算克拉數 對不對 你彩很好 表示說它的那個整體而言 它要犧牲很多的邊彩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劃不來了 是 所以 好 那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大概兩克啦 兩克啦 看起來很大 是因為它旁邊有那個 黃色的一圈鑽 兩克啦 那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應該是多少錢 好 來 請見價 六十五萬元 這價值真的很金黃耶 好多耶 這顆彩鑽我給它看 它應該是 Finsing Yellow的鑽 是我覺得是 顏色上是還可以 濃郁度是可以的 是 它的進度應該是 VS1 VS1 錯的 感覺上這個應該是 有肌癌症數啦 有證書 我不知道有沒有 有證書 但是這顆鑽得相當不錯 非常好 菊綺姐 那你那一場演出的價差 應該不只是鑑回來 是鑽的 鑽回來 鑽回來 好拿鐵啦 這顆我來分享一下 是 這顆我們拍照起來 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對 就你現在眼睛所看到的 是黃色的 是 我們用螢光燈看 對 五 然後旁邊還有兩顆 大的白鑽 那兩顆也是螢光鑽 這個的話變成是 眼見為瓶 因為我們鑽石的四溪 那個報價呢 大概就是 只有用四溪來報價而已 可是我們必須要再加上兩個 一個叫 加上這兩個東西 才會變成是 最後的一個價格呈現 那這個路線 所以你必須要知道說 有時候帶螢光反應 有的鑽石它會變得怎樣 變得懵懵的 那還好 這一顆還好 可是旁邊那兩顆白鑽 它就變成懵懵的 所以我在看的時候 有點懷疑 我就用螢光燈來照一下 那發現說 原來這三顆主石都是 螢光反應很窮不入的 所以 最後面的價格 永遠都是看前面的石頭 決定最後的價格 各位在買這些彩鑽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的注意 好 所以你看看 這真的 這個老闆 我覺得根本就是粉絲 他就是故意 就是怎麼樣 都想要送你這個禮物 因為他真的有很多粉絲 非常非常熱情 尤其在東南亞吧 是...其實在台灣也碰過 那個每天都跑去餐廳等你 其實到最後是有點害怕的 是 對 這樣子 對 那也會送珠寶 送珠寶 送... 戒指 送那個珍珠項鍊 不過因為太久了 那個會唱不真好 是 對 是 好 所以你看看 這個粉絲的愛心 粉絲的禮物 有時候也是學生的一份心意 是... 對 所以其實收起來 也很有紀念價值 對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未知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